大家好 今天趁著國會事件的東風 各大主要社交媒體 包括Facebook包括推特 包括油管和谷歌 甚至包括蘋果都在對川普本人 以及川普的支持者的言論進行封殺 他們可能覺得這是一個落井下石的好時機 但是這塊石頭很有可能會砸了他們自己的腳 目前為止的社交媒體的封殺情況是這樣子的 油管本來是有川普的頻道的 但是油管在昨天一下子刪了好幾個 川普之前上傳的視頻 我們知道油管是有規矩的 三次是strike 如果說你發現一次違規 他給你一個strike 將來黃牌兩次再來一個strike 三張黃牌整個頻道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已經搜不到川普的油管頻道了 Facebook是之前對川普進行的臨時禁令 現在決定把這個禁令延長兩周 換句話說延長到20號以後 Facebook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沒有那麼激進的 剛才我們講到蘋果 蘋果怎麼回事呢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不用推特了 都去改用叫Parlo賬號 Parlo上我也有賬號 但是不常用就是了 Parlo現在已經被谷歌的商店下架 蘋果也在威脅要下架Parlo 如果說Parlo不建立起他所滿意的 蘋果滿意的審核機制的話 蘋果也要對Parlo進行下架 好其他說完了 我們來講最囂張的一個就是推特 推特昨天川普是被禁了一天的言 然後禁言之後川普發了兩條推特 我看了一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推特轉眼就把川普 以兩條推特為原油把川普的整個永久封禁了 永久封號了 他在推特給出的解釋 我們把推特給的解釋整個的封解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推特把川普的這個號封掉的理由是什麼呢 說他們仔細研究過了川普發的推以後 以及考慮到現在的上下文 就是現在的背景以後 他們覺得要永久封號 因為它是可能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認為川普最後的兩個帖在煽動暴力 然後他把這個具體的原因列舉了一下 首先一個之前川普發的哪兩個帖 我給大家讀一下 第一條是有7500萬的美國的愛國者 他們投票給我 America first 美國第一 而且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們將會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面 都會發出Giant voice很大的聲音 很響亮的聲音 他們將永遠不會被人以任何的方式 不尊重或者不公正的對待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川普說 有很多人在問我這邊統一的回應一下 我不會參加1月20號那一天的總統就職儀式 這兩條 在推特把川普封號的時候我還納悶 我還在仔細讀了一下這兩條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當時以為可能是不是第一條 因為川普講到7500萬名愛國者給我投票 那講是不是因為川普這一條 好像推特不認為他有7500萬個投票支持他的 反正我是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是第二條問題更大 總之推特給的原因就是說 裡面使用的這兩條使用的語言 違背了他們一個的政策 叫做美化暴力的政策 他覺得是在總的來說 就是這兩條在美化暴力 他下面給出了詳細的解釋 第一條他說川普說他不會去參加就職儀式 被他的一些的支持者認為是進一步確認了 說這個選舉不合法 所以就被看作是他在否認之前 他通過他的另外一個豬手發的一個推特 說我雖然不同意這個選舉結果 但是會有一個比較有序的交接 就否認了這一點 沒有否認川普不覺得這一次 我們先不說川普他沒有直接說這東西不合法 他只說我不去參加 我不參加被他的有一些追隨者 被有些人認為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這個鍋就可以扣到頭上來嗎 這裡面有好幾層 那麼就算說這些人認為是川普本人的意思 川普在之前的那個推代發那個推裡面 也沒有說我認為這個選舉一定是合法的 我也是不認同這個選舉的結果 那之前那個推沒事 為什麼這個推就被認為說他是在否認合法性呢 之前我說我完全不贊同這個選舉的結果 難道不是在否認合法性嗎 為什麼這個裡面就是通過暗示再暗示 就說明他是在暗示我否認那個選舉的合法性呢 我實在是理不清楚 大家可以自己去理一下 這裡面邏輯 第二條說第二個推 就是說他我不會參加就職儀式這個推 是被看作是在鼓勵那些有可能實施暴力行為的人 就告訴他們說這個就職典禮會是一個安全的目標 因為我不去 那你們可以去打砸牆 你們可以去搞他們 這個腦回路有一點點就說 我不去我在暗號 我不去啊 你們愛怎麼幹 怎麼弄他們怎麼行 這個腦回路有一點 第三條 他使用了美國的愛國者用來形容他的一些支持者 也被人解讀成為是在支持那些在美國國會從事暴力活動的人 就是我叫我的7500萬的投票給我的人說他們是美國的愛國者 意思是在我是在美化在國會去闖國會的那些人 大家自己掂量 第四 他提到他的支持者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有很響亮的聲音 還有他們不會以任何方式被人不尊重或者被人不公的對待 也被人解讀為被誰不知道 被人解讀為是進一步的在暗示的時候川普不打算實施一個有序的交接 我腦子已經打結了 大家希望大家沒有打結 而且他反而他是計劃要繼續去支持 去繼續去鼓勵 繼續去為那些相信他已經贏得選舉的人去提供庇護 那些相信他贏得選舉的人去提供庇護去支持他們 怎麼了 怎麼了 我真不明白了 大家知道 大家看過上一期節目知道我的立場 我覺得什麽樣的結果 這個博弈最後什麽樣的結果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相信川普 依然相信是川普贏得了選舉 那麽川普在這個話里面去支持他們 去鼓勵他們 去保護他們或者怎麽樣 去安慰他們 那又怎麽了 這煽動暴力 難道川普不這麽說 或者說你把川普的號封掉 他們就不暴力了 第五條就是說不管在推特上線上還是線下 都有很多人在準備進一步的要武裝的抗議 在哪裏呢 包括要準備第二次對美國國會發起攻擊 好像在1月17號吧 2021年1月17號呢 要對美國國會和各州的議會的建築發起攻擊 好 這個非常深刻的讓我想到了上一次節目里 我提到的在國會那個事件 首先我上次講了 國會那個事件完全是川普陣營的組織不當 你根本沒想好這麽多人去國會 然後有沒有人會到時候搗亂 或者把這些人引進大國會去 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 一些基本的方針政策沒有人定 這就是他們在這個團隊在政治方面的 至少在國內政治鬥爭方面的無能 好 但是儘管這麽說 我們把上次的國會事件 比喻成納粹的國會縱火案 而今天推特的這種方式 他剛才舉這五條 就更像了更像國會縱火案 國會縱火案是一個 昨天我講了不是德國共產黨 其實是一個荷蘭共產黨 叫做弗盧貝 這個人在現場被抓住的 然後說他是縱火的 然後就是說因為他是共產黨員 就把當時的德國共產黨的幾個領頭的 全都逮起來了 然後給他們去審判 你別說在德國法庭里面 就這樣逮起來不審判了 那三個共產黨領導人無罪釋放 最後就判了馮盧貝他有罪 最後判了他死刑 關鍵是在起火的第二天 希特勒就擬定了一份國會縱火法案 然後交給當時的總統 新登堡簽字生效了 這份法案的內容就是廢除了當時魏馬憲法 德國的魏馬憲法賦予的很多公民的權利跟自由 所以你看他主要講什麼 為了抵禦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 參考德國憲法什麼什麼條 頒布以下命令 德國憲法所規定的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權 包括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郵政電話和電話隱私權限制 得以允許 而且如果沒有例外聲明的話 什麼根據傳票搜查住宅沒收財產 對財產加以限制 亦不受法律約束 那麼這一條總統法律簽署了以後 到納粹倒台以前都一直在實行 這也是為什麼納粹德國就是希特勒 能夠拿到這個元首獨裁者的身份 我們很多人講納粹不是選上去的嗎 問題是經過這個法令以後 納粹就不是選 就不是嚴格來說就不是選上去的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了這些自由 我們對照剛才推特的這些 尤其是最後一條 就是我聽說要發生這樣的攻擊了 所以我覺得他話裡有話 所以我要把他這個號給他徹底的封掉 這個似乎就是當時希特勒 希特勒為什麼當時有這個法令 然後總統很容易簽字了 就是當時納粹黨宣稱說 德國正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邊緣 如果現在不頒布這個法令去搞共產黨的話 那麼共產黨就會搞掉我們 所以我就有權利去剝奪人的 尤其是左派共產黨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跟這兒是一模一樣 尤其是第五條跟這兒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五條讓我看的是不可思議 活生生的就擺在我面前 雖然不是說國家層面的議會出來的 這個五條暫時廢止言論自由權 但是推特能夠把這個五條堂而皇之地拿出來 作為把川普八千八百萬粉絲這個號封號的 這個理由不管是從道義上講 邏輯上講還是從實際效果上講 其實都是完全是一塌糊塗的 我覺得首先實際效果 你把川普的號封了 你確定不會造成更大的反應嗎 你確定你自己不是在煽動暴力嗎 我覺得我們按暴力水平來講 川普的支持者在昨天去國會 前天去國會確實是不對 我已經講了這不對 從策略上講政治上講是錯誤的 但是他們造成了多大的傷害呢 相比於之前在美國各地豐煙四起的 黑人命也是命的運動 到底造成了多大傷害呢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覺得更加的貼切 在2014年的時候 就是奧巴馬那個時候是總統的時候 當時奧巴馬接連幾次發表了幾個 關於什麼黑人的孩子 然後被警察打死這個案子 所有這些案子我之前曾經講過 所有這些案子最後要么是沒有被受理 要么就是受理了以後罪名不成立 所有警察罪名不成立 全部釋放了 但是奧巴馬連續幾次在里面講了 說個警察槍殺黑人 槍殺黑人 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然後2014年大概7月份的時候 有兩名紐約警察局的警察坐在車裡面 他們誰也別 沒招誰沒惹誰 被一個人拿著槍過去 蹦蹦兩槍 兩個人全死了 其中有一個還是華人 他的名字叫做劉文健 還是一名華人 奧巴馬是不是在通過把這個責任全部推到警察身上 造成了黑人群體對於警察的仇恨呢 當時很多主流媒體都沒有談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說但是儘管這樣 那個是奧巴馬的言論自由 要知道什麼叫言論自由 就是當我比如說我說一個話 造成了某種環境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講推特真該死 然後大家都喊推特真該死 然後第二天有人上門去 就像打查理流干一樣的上門去推特 打自己個人了 那麼我是不是在油管上煽動對於推特的暴力呢 比如說我的粉絲很多 我有上億的粉絲 我是不是造成了一個氛圍 大家都很討厭推特 甚至都很恨推特呢 是啊 那這個跟有人上門上推特去行使暴力 這兩個有直接聯繫嗎 沒有啊 你無法證明他有直接聯繫啊 所以奧巴馬雖然說了那樣的話 他造成了一個仇恨警察的氣氛氛圍 但是只要奧巴馬沒有說 你們誰去把警察幹掉 那奧巴馬就沒有再煽動暴力 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基本的界定 就說不然的話你說什麼話 你像我們中國人都喜歡說 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 然後我一說該死的就是該死的什麼什麼 那我就是在對那個什麼什麼進行一個死亡威脅嗎 那肯定不是啊 死亡威脅也好煽動暴力也好 那是有具體的界定的 我只是造成了一個這樣的社會氛圍 並不是意味著我在煽動暴力 這個要非常嚴格 在法律上是需要非常嚴格的界定的 大家還記得以前推特上有一個女的 拿著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川普的人頭 那個照片現在應該還在吧是吧 推特如果連這樣都不是屬於是煽動暴力的話 川普這個東西說兩句話說 我不去參加就職儀式 算什麼煽動暴力 你要通過怎麼樣的推導 才能推導出來他是在煽動暴力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就是極左左派的邏輯上所不能自洽的地方 它很容易就讓人看得出來 就完全就是說幫著自己人 然後不幫著道理 右派普遍是幫理不幫親 這也是為什麼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正根的右派 我不是什麼川普是天將偉人 然後可以什麼都幫川普說話 我只是說我認為川普做的對的 川普做的政策是對的 我認為他哪個政策對的 我就說他對的 他說不對那就不對的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邏輯 那就是明顯的左派的邏輯 奧巴馬做的事情 那我認為他沒事 那個拎著人頭那個女的做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是藝術表現不是暴力 川普說了一句 我不去參加就職典禮 就成了煽動暴力了 我要罵髒話了我覺得 你說這個玩意兒能不能讓人聯想到 那個時候納粹那個時候 頒布的國會縱火法令嗎 剝奪你的言論自由權嗎 所以我覺得推特這一次他可能覺得 哎呀現在政治氣候特別有利於我 尤其是今天早上的時候有消息 就是講國會大樓里面一個警衛 跟抗議者發生衝突就死掉了 所以推特是不是覺得 哎呀現在政治氣候是百年一遇 不趁這個機會把川普把右派一網打盡 那真是太可惜了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推特這個步子 賣得太大了會扯得淡的 我個人覺得尤其是什麼呢 川普後來他發了言他這個號被關掉了 然後他又用別的號發言 比如說他用美國總統的那個號發言 他還是總統嘛 結果總統發言這個號還在 但是他發的推被刪掉了 然後他用別的推 比如說他的競選團隊的發言也被刪掉了 他發言的內容我看一下 他說我跟你們說了很久了吧 我說推特在封殺言論自由這個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今天晚上推特的員工跟民主黨還有極左串謀 把我的封號從推特上徹底封掉了 來封我的嘴 還有就是讓你們這個7500萬為我投票的人 也同樣就無處發聲了 推特有可能是個雖然它是個私人公司 但是沒有當時我們前面講了230條款 政府的特別的優惠的話 他們是不能夠長期存在的 前面我們講過推特他們就是依靠230條款 所以能夠享受一個 怎麼講呢 雖然我是私人公司 但是我一個人可以對你的言論進行審查 這樣一個權利 否則的話沒有這個的話 你要么就是一個出版商 你說我是出版言論的 我可以決定誰可以出版誰不可以出版 要么我做一個平台 我就不能隨便去封 我覺得你說話不行 我就把你封掉 我覺得你說話不行 我就把你封掉 不可以不能兩者兼具 然後川普還說 我就早跟你們說過了這個會發生的 我跟很多其他的網站在聯繫 那麼將來不久以後會出一個很重大的宣佈 然後我們還會看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比如說在未來建造我們自己的平台 我們不會被人閉嘴的 推特它是完全是不講言論自由 他們關鍵是他們作為一個平台 是要推廣極左的一些思想 只讓那些罪惡的人有權利在上面自由的發言 這個是在其他的一些推特號上轉發的 我在我的電報上面也看到了川普發的 這個聲明跟川普的一貫風格一樣 是有一些誇大 有一些語氣比較誇張 但是他裡面說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言論在其他人轉發的時候 推特它沒有理由刪 因為這個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 關鍵是我認為推特現在追著川普 不管是他個人號封掉 還是他用總統號發被刪 還是他用競選團隊的號發被刪 有很多的人的號也被封掉 這些動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於右派來講這是很好的機會 因為言論自由 如果說右派經過這次選舉以後 還希望能夠東山再起 還希望尤其在兩個兩院都已經失掉的情況下 還希望讓美國人有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的話 言論自由方面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特別是現在推特跳的比較凶 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引蛇出動 讓他刪讓他刪然後取證取證取證 然後把上訴然後推到最高法院 由最高法院來裁定 最後就把它變成一個230條款 是否需要保留的這樣一個命題 我個人認為當然是學法律同學 可能如果覺得我說的荒謬可以駁斥我 反正我覺得利用推特這次跳的這麼厲害 我個人判斷推特是跳的有點過於厲害了 Facebook相對來說還溫和一點 Facebook還沒有像推特這樣無恥的雙重標準 那麼至於其他Parlo這些東西 說老實話讓蘋果要封這東西 我當然能夠理解 因為在Parlo上很多人講話也確實是有點過分了 確實有點過分了 那麼我覺得Parlo最終還是會順應蘋果的要求 去做一些言論審核 或者Parlo永遠不上谷歌或者蘋果的平台 就是完全是野生的 總之言論自由的問題這個是真正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川普是不是當選 這次大選最後結果怎麼樣 甚至喬拜天的未來政策會怎麼樣 這個都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權的話 如果像希特勒納粹時期 那個時候一下子就把你的言論自由權給他限制掉了 甚至完全取消掉了的話 那這個未來就一切就一定會往一個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 昨天我節目裡面我講到 我說川普當時在國會的事情發生之後 當時發的視頻的演講是一塌糊塗 我說當時推特 Facebook刪的對 首先我界定一下 我不是說說他們刪這個權利刪的對 我是說從公關角度來講 這幾個東西沒有廣泛傳播 那個視頻沒有廣泛傳播 對川普是有好處的 很多人看片子 就是看頭上的幾分鐘 看了絕對沒意思就走了 川普那個說話都是一開頭 你如果要譴責暴力的話 你先譴責放在頭上 你後面哪怕長篇大論的 再怎麼說都行 你把這個譴責放在說你們回家去吧 而且也沒有明確譴責 說你們回家去吧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刪了可能還是幫了他點忙 但是同樣我覺得這只是在政治上幫他點忙 他自己依然是享有這樣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去做這樣的事情的 而且如果奧巴馬當時譴責警察濫殺黑人的 這會不是在煽動對黑人的暴力的話 我不認為川普在跟他說 我的投票者我支持你們 你們很特別 就是在支持暴亂 在國會裡面暴亂 如果奧巴馬他可以把黑人的持槍殺警的人 跟黑人群眾區分開來的話 我覺得同樣在川普這邊 國會裡面鬧事的人也應該跟川普的 7500萬支持者投票者 和他甚至他在海外像我這樣的支持者區分開來 這兩個標準應該是一樣的 好吧那就這樣 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希望下次還可以再見